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气候也没什么大变化 可粮食产量却是一年比一年高 到底是什么让这块土地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呢 秋天 地里的庄稼还没收完 在这片黄土高原上 农民们带着饱满的热情 开始了一项历史上从没有的举动 铺膜 这些裸露的土地满满当当的都被塑料膜 严严实实的盖了起来 十月已经到了深秋 甘肃这边海拔高 温度低 这个时节最冷的时候 温度能降到零下了 玉米根本就出不了苗 我们的记者和同行的专家一聊才知道 农民们说的种玉米不是现在种 是要等到明年春天才种 这眼看着就要入冬了 离种玉米还有小半年的时间 大家伙现在忙活着铺上这个东西 到底能给来年种的玉米起到什么作用呢 要解开这个谜 咱们还得从甘肃这边的气候说起 甘肃省地处黄土高原 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带 这里常年刚喊少雨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 许多地方的老乡依然要靠天吃饭 在这里 老乡家里的人畜饮水 都要靠这种人工挖的水窖给予工具 孙爱红人勤劳能干 家里条件还算不错 所以他家有两口水窖 就这样饮水还是比较紧张 如果一连几个月不下雨 水窖没水了 那就得走上几十里的山路去找水 摄下你一边得以泉水的 拿个这么大的小勺子 咬饭那个小勺 弄这么大小小的一点钱 完了一勺一勺都往桶里灌 慢慢地要它 等着它那个冒眼出来了 然后咬上 半天能弄凉吞水回去 张荣现在是通贵农迹推广站的农艺师了 离开农村 在现场里生活了十几年 但义和记者说到找水的话题 感触依然很深 感触依然很深 感触是 真的是开始命的 干旱缺水 在这些地方不是什么新鲜事 是这里的常态 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诗词里的春天 总是那般的诗情画意 天机小雨潤如苏 草色遥看尽却无 可在这里 春天往往是最残酷的季节 似乎连春姑娘都有些望而却步 姗姗来迟 一片赶河 到处是被村子撒成 过辆车的话 路上的村子就多得就 丑脸了 有时候三四个月 一滴雨都不下 土地干涸 干旱 让这片土地激进绝望 要生存 找到水 是唯一的出路 就连这些牲畜 都知道这个道理 一块胆小的麻雀 看到人家院子里的水桶 也不管不顾地飞下去找水喝 为了抢到水 还打了起来 下雨 在许多人眼中 不过是件稀松平常的事 却能给这里的人们 带来希望和欢乐 下雨的是非常高兴的一切 这里不光人要烤天吃饭 庄家的命运也是如此 甘肃有70%的耕地 分布在汉佐农业区 这些地方没有灌溉条件 只能依靠老天的降雨 来维系农作物的生存 基本上是一个低产 不稳产 养护不了人的区域 虽说庄家产量低 但人要吃饭 地还得种 土地是农民族族辈辈 赖以生存的根本 他们认为 只要下种了 就有盼头 年龄好一点的时候 还会有些收场 遇上大旱之年 连种下的种子都收不回来 年轻人耐不住这样的伎俩 清贫的生活 纷纷去外面打工了 过去种地 庄家产量低 外出打工也是无奈之举 现在好些像孙爱红一样 外出打工的人 若回来种地了 回来是以一项技术有关 这项技术 不仅让地里的庄家 有了好收成 而且还有钱赚 地还是原来的地 天气依然不给力 雨水少 干旱的时候多 可人家孙爱红不断种出了庄家 一年还能赚个十几万元 他告诉记者 自家地里的庄家长得好 秘密 全靠给地里铺上了塑料膜 像这个 他讲什么 像这个 孙爱红说的全覆盖 就是整块地都铺上膜 就像给原本裸露的土地 穿了件严严实实的外衣 而今年全省的大部分农户 也像孙爱红一样 通过这件外衣 获得了丰收 创造了全省粮食年产量 突破千万吨的奇迹 不过 看着膜 也没什么特别 就是普通的塑料薄膜 再说了 铺得这么严实 雨水怎么存进去 庄家如何长得好呢 孙爱红告诉记者 别看就是铺张膜 里面的学问多着呢 这可是农业技术人员 花费了十几年的心血 才研究出的高产技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完全靠天的情况下 就是水的利用 这个最大的核心 而我们解决了水的利用问题 杨其峰和他的技术团队 就是这项技术的避造者 三十多年间 他们几乎走遍了 甘肃的每块土地 为了这项技术 他们花费了太多心血 他们给这项技术 起了个名字 叫全膜双龙勾拨技术 听起来有些傲吼 但用起来很方便 全膜顾名思义 就是给地里全铺上膜 可没有水 铺装膜 怎么就能把土地汗的问题 给解决了 搞汉做农业的人都知道 甘肃这边粮食产量低 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降雨少 还有一个原因是蒸发量大 百分之五是就蒸发掉了 流失掉了 杨其峰他们也知道 要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种庄稼 就要在水上做足文章 一个是要把天上的雨水 都收集起来 另外 土壤里的水分 也不能让它蒸发掉 思路很清楚 但怎么实现呢 2003年 一次田间调研活动 让他们打开了思路 当时在大面积推广 半模覆盖技术 和陆地相比 这一项技术抗汉饱伤的效果 还是不错的 别看就这么一层薄薄的塑料 但它结构细腻 一旦严严实实地盖在地上 土壤中的水分就跑不掉了 半模技术好是好 在杨其峰他们却敏锐地发现 在甘肃的这些汉做农业区 用半模技术 有两个突出的问题 以前我们盖地模是 盖多一半 少一半还是落露的 一条一条就重了 这样一个就是蒸发量还是非常大 还有一个问题 半模都是平铺在地面上 落在地模上的雨水 也不容易渗透下去 这样雨水得不到有效的利用 完全供给作物生长 他们当时想 如果能够克服这两个难题 是不是就能找到一条新的出路呢 他们一点点地做起了试验 第一个问题好解决 只要用塑料膜把地都盖起来 就没有蒸发了 水珠你看 可以看出它蒸发就没有 都在磨下 这就相当于把蒸发的水分给它保护起来 对 同样的地块 铺上磨的用手一捏 土能团成一块 可没铺磨的 干得用石头都挖不下来 铺全磨 土壤里水分的蒸发是没有了 但同时也阻断了雨水的进入 怎么收集雨水呢 后来 他们在全磨的基础上 做了两个改进 就把给雨的问题给解决了 第一个改进 是铺磨前掀起笼 形成坡度 一般水往第一处流 一下雨 水就会顺着笼面都流进沟里去 老天降水在均匀 但在地面 它形成不均匀的分布 把雨水就寄流起来 寄流起来被作物所利用 通过骑笼 把原本分散的降雨收集起来 流到笼沟里 下上五毫米降水 通过这一段磨 它就可以变得十五毫米之一 他们的第二个改进 是把作物有平地 种到笼沟里 在汗的情况下 沟里雨水是最多的 然后种在雨水最多的地方 保苗效果最好 将来后期生长也会非常好 您看到这儿可能会好奇 塑料膜延延实实这么一干 雨水是怎么进去的 其实方法很简单 磨铺上以后 在沟里打上渗水孔 天上下点雨 都通过渗水孔流到土壤里 而流到地里的水 被磨这么一盖 也蒸发不掉 水充足了 粮食的产量就有了保证 在没有这项技术之前 甘肃的汉座农业区 以种小麦为主 尽管小麦的产量不高 但是它抗汉 再加上当地千百年来的饮食习惯 人们喜欢面食 像吃个面条 吃个馒头 包子什么的 虽说玉米的产量高 但它的蓄水量大 过去是重不成的 但在试验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 铺膜对小麦也有好处 产量能提高到 每亩五六百斤 但玉米比小麦增产潜力更大 过去玉米是不能种的 现在每亩也能收个一千七百多斤 我在汗的时候是播种 真正生长的时候 正好和我们的酱油相吻合了 就是雨热和所有的生长 实现了和谐同意 这样是我们的产量 就大幅提升了 玉米在苗期的时候怕烙 不怕汗 拔结是玉米生长的一个关键时期 它在这个时候 对水分的需求量很大 甘肃这边 四月中下旬 玉米播种 七月份正好赶上 拔结需要水分的时候 恰巧 这个时候也是甘肃的雨季 这样雨水和作物的生长就和谐统一了 地磨解决水 那么水解的情况下 我种什么高产 种什么高效 我种什么 随着这项技术的推广 老百姓种地的观念也调整了 卖的少了 为什么吃 可能怎么办 把这个玉米卖掉 然后就换小卖 买粮食 换小卖 思路也是人的那个转变 思路也是转变过来了 对对对 我只要种粮食是为了我保口粮的 对就是 现在我可以换一种思路 对 我有钱了 我可以去买粮食 后来他们还发现 什么时间铺膜也很关键 最早我们设计一个套方案 四月份播种 四月份铺膜 结果下去以后 生产反应回来 那苗粗就不好 根据经验 他们觉得问题还是出在汗上 2006年春天 连着两三个月都没有下雨 土壤的水分蒸发大 磨是铺了 玉米也种下去了 但就是不下雨 土壤中没有水分 伤情不好 玉米苗就出不好 水都没了 你才弄 我们的基础已经很长了 就是冲击已经是很多水分蒸发的 那什么时候铺膜效果好呢 一张表格给了杨祁峰启发 当初我们有一个表格 就是说十月份开始 十月十一月 十二月基本分动以后就不蒸发了 二月三月四月到五月 这都是蒸发弹 这蒸发弹非常强 太阳一出来 干涵空气干涵 大家冲锋一吹 就像一个山子一样 就往一下地就抽干了 七八九月是甘肃的雨季 如果十月份铺膜 就能把雨季的水都收集起来 来年三四五月份 蒸发量最大的时候 头一年的商亭 还是能够保留住 他把墨铺上以后 去斗日呢 其实给土壳淹出了这个水壳 他把这些商去抱去 都重生上我们这个屋的话 他就可以保证得全民 头年十月铺膜 来年十月收完玉米的地 又铺上膜 这样不给土地蒸发的机会 这项技术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两个完美覆盖 把水用到极致了 时间的全覆盖 就是我们从冬天冲天 就是一年四季都要盖膜 就在时间上已经全覆盖 不要有空档 空间的全覆盖就是地面全部用地膜盖起来 时间和空间的突破 这在我们的技术那个核心 这样即使春天再旱 地膜下面的土壤是潮湿的 等玉米种下去 土壤中的水分和外面的雨水 都会源源不断地向它供给 那么根据我们传统的水分利用力 就是每毫米降雨可以送产粮食0.5到1公斤 而我们这个技术现在 每毫米降水能够送产粮食2.2公斤 翻了一翻 2013年春天 甘肃许多地方遭遇了50多年未遇的大汗 但是粮食产量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那么现在你看满目青沙涨 就是通过全膜 就覆盖以后 保证了我们每母鸡都能有好的收成 在干旱比较严重的定息通味 孙爱红和附近的乡亲们 迎来了金秋丰收的喜悦 这项技术不仅让粮食产量提高 让种庄家的人也有了信心 那么现在我们通过全膜商量 勾勾技术以后 实现了文产高产 养活了一方人 这是带来变化的革命性 现在这项技术已经深入人心 因为它为当地老百姓的生活 带来了切切实实的改变 老乡还把它自编成块板 口口相传 就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技术 却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它让甘肃汉座农业区 3700多万亩贫瘠的耕地 粮食年产量连续三年突破千万吨大关 让在这里生活的1600多万农民 有饭吃 有地重 现在这项技术不光让甘肃的老百姓得到实惠 宁夏 清海 内蒙古等汉座农业区都在使用 就连非洲也用上了这项技术 农业科技工作者只有遵循自然规律 因地质疑 不断创新 我国的农业才会有更大的发展前景 好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 ABC 发送到1066-33556 索取手机报 您也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及农事网和科技院栏目官方微博微信 查询更多节目信息 我也会与您互动交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杨州市榆中县出产的高原下菜 因为品质好 成为全国蔬菜产业中的一个品牌 但是这个种植基地却被媒体爆了光 这些伪菜怎么就成了让人头疼的问题 专家们又是如何让这些废弃物 变成了可以利用的资源 科技院下期讲述 未经许可,不可能的兵计划